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星期二表示 香港民眾當中存在著一些錯誤的意識 給予香港的國家安全帶來風險 她呼籲家長、老師及宗教領袖關注十多歲的孩子的行為 發現違法行為要向當局報告 我亦都呼籲家長、校長、老師甚至是牧者 要小心觀察他們身邊的青年人 他們的舉止和行為而作出勸誡 如果發現有這些青年人或其他身邊的人 在進行違法行為 必須向執法部門舉報 路透社說自從一年前香港強推國安法以來 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的政治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迅速轉向威權社會 香港人參與政治生活的程度大幅下降 當局將他們認為不忠誠於北京的人 清除出公職人員的隊伍 就在林鄭月娥說結束後的一個小時左右 香港警方宣布破獲一宗可疑的恐怖活動 香港警方在尖沙咀一家賓館逮捕了九個涉案人員 其中六名中學生、一名大學管理人員、一名中學職員 以及一名司機 警方說這些人是屬於一個名叫江城者的港獨組織 我要說這名劉民坐在山上 這些人 軍筷子